以后想吃炒牛肉不要直接下锅就炒 那样炒出来又老又硬 今天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家常做法 先将买好的牛肉切成片 加葱姜水 酱油 蚝油 一勺淀粉 提前腌制入味 再放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地里摘的辣椒 拍两下再切成小段 锅里不放油 直接倒入辣椒小火边炒 用铲子一边炒一边压出辣椒的香味 另起锅下蒜末小米辣 我每天都在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炒出蒜香味后倒入牛肉 用大火快速地把它划散炒熟 再倒入青椒 淋少许生抽 翻炒均匀炒至香味就可以了 这个牛肉配上大米饭真的太好吃了 我是做梦也没想到 把鸡蛋液倒入鸡蛋壳里面 上锅蒸一蒸 出锅瞬间变成一到火便烧烤摊的美食 首先把鸡蛋顶部剪个洞 倒入大碗里 蛋壳不要扔 碗里加三克剪面 用少量温开水化开 倒入鸡蛋里面 这个时候鸡蛋液颜色会变深 搅拌均匀后 把鸡蛋液倒回蛋壳里 盖盖小火蒸15分钟 蒸好后放凉包去外壳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烤着吃炒着吃 都非常好吃 油热放孜然粉 辣椒粉 炒熟的白芝麻 下锅边炒熟香味 炒熟微黄 倒入食蛋 再来一勺蒜融辣酱 大火煸炒七八下吃起出锅 这样做的炒食蛋 比外面烧烤摊的还好吃 家人们 今天做了菠菜的馒头 有蔬菜有鸡蛋 营养真的全了 蓬松轩软 特别好吃 关键是 做法看上一眼就能学会 首先超过水的菠菜剁碎 放入碗里 加胡萝卜碎 两个我下的鸡蛋 三克酵母粉 少许盐 再放300克普通面粉 先搅成絮状 家人们看都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帮忙双击屏幕 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呗 您的支持 就是我分享的动力 谢谢您了 再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直接切分成等分的面积 给它搓成椭圆形 摆入温水锅中 醒发半小时 体积明显变大 再水开蒸15分钟 关火焖3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蓬松轩软 营养又好吃 老人孩子都喜欢 学会了 赶快给家人做起来吧 饺子馅你要像我这么做 鲜嫩多汁还不腻 要是学会 你都能开饺子馆了 首先碗中 放葱姜花椒八角 温开水浸泡10分钟 第一次加葱姜水 一个方向搅拌 让肉馅把葱姜水 充分地吸收进去 加盐 鸡精 五香粉 蚝油 老抽 生抽 香油 一个我家的生鸡蛋 再加第二次葱姜水 还是同一个方向 搅拌至粘稠状 加葱花 或者你自己喜欢吃的菜 热油爆香 再次同一个方向 搅拌均匀粘稠即可 这样做的饺子馅 鲜嫩多汁 无论包啥都好吃 太香了 今天又做了 茴香鸡蛋馅的大菜卷 皮薄馅多 既能当菜 也能当主食 一出锅孩子 趁热就吃了两个 今天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记得收藏哦 首先准备洗净的茴香苗 给它切碎 放一勺芝麻香油 搅拌均匀 这样能保持茴香脆绿不出水 锅里热油放葱花炒出香味 倒入泡好的粉条 加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翻炒上色 放凉后 倒入茴香苗里面 再加入炒好的鸡蛋碎 调味放盐 鸡精 五香粉 一勺猪油增香提味 搅拌均匀 好吃的茴香素馅就调好了 这个时候准备一个土豆 切成丝备用 有些人喜欢默默地看视频 但是 他会双击给个红星鼓励支持一下 这样的人最善良了 一定能幸福发大财 然后碗里 放入300克面粉 3克盐 150克凉水 揉光以后 盖上保鲜膜饧面20分钟 饧好后 把面团分成等分的剂子 擀成薄片 中间放入茴香线 像视频中这样 从一头卷起来 把两边压紧 往中间堆一堆 水开上锅大火蒸20分钟即可 就这么简单 学会的赶快学着做起来吧 我万万也没想到 韭菜里加入一勺面粉 这是我见过韭菜最好吃的做法 既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菜 做法跟煮开水一样简单 韭菜起干净后 控干水分 很多人都喜欢安静看视频 但是他会给个小红星鼓励和支持 这样的人一没病 二没灾 三来财 四有血 您就接了吧 接了贝贝顺 谁接谁灵 切好的韭菜放一勺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到韭菜的水分被面粉充分吸收 然后再打入两个公鸡蛋 调味加一勺盐和五香粉 用筷子再次搅拌均匀 搅拌成像我这样的粘稠度就行了 平底锅预热刷油 放入一勺韭菜面糊 用铲子整理成一个圆形 全程小火煎 煎至四面金黄熟透即可 这样做的韭菜鸡蛋饼好吃不油腻 营养丰富 喜欢你也收藏给家人安排起来吧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土豆的新吃法 外表酥脆 里边软嫩 家里有土豆呢 你赶紧保存起来 有空的时候也做一份吧 首先咱们准备这种会转圈的大土豆子 给它切成厚厚的大薄片 上锅给它蒸八分钟 蒸好了咱们取出来放在大碗中 放一点盐 用勺子给它捣出泥 给它捣得越碎越好 再放一勺干淀粉 下手再给它揉成团 面板上再放点干淀粉 把土豆泥揉成大长条 再切成同等大小的剂子 再用咱们家的漏勺给它按一下 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造型就出来了 碗中打入一个本科毕业的蛋 搅云打散 有的人喜欢默默地看视频 但他会双击给个红心鼓励一下 这样的人最善良了 一定能幸福发大财 全部做好 咱们五成油温下锅炸 在炸制的过程中 咱们不停地给搅动让它受热均匀 给它炸到这种金黄酥脆 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土豆啊在家你就像我这么做 撒点麻辣咸 或者是蘸点番茄酱 可好吃了呢 喜欢的赶紧是做吧 感谢您的观看 我真是没想到 把鸡蛋放锅里蒸一蒸 竟然做出这么好吃的美食 下面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28个鸡蛋 放一勺盐 然后加入清水煤过鸡蛋 这样可以洗去鸡蛋表面的脏东西 把洗净的鸡蛋整齐地放入锅中 水开上汽蒸五分钟 再焖两分钟捞出过一下凉水 这才是鸡蛋容易包壳的关键 空碗中放些好的洋葱 蒜片 青红小美辣 葱花香菜 一勺白糖 一勺白芝麻 一碗生抽 一碗凉白开 搅拌均匀 都看到这了 麻烦给六哥点的小红心呗 因为没你的红心 我是真的上不了热门 非常感谢 最后放入鸡蛋浸泡三小时即可开吃 就是这么简单 好吃不腻 学会了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鱼头不要总是剁椒清蒸了 试一下这个广东的砂锅鱼头包 一滴水都不用放 一打开盖 满屋子都飘香 十元一斤的鱼头 放点姜葱 胡椒粉去腥 再加一点生抽 蚝油 少许的盐和糖 最后再加一点花生油 然后充分地拌均匀入个底味 最后再加入一个蛋黄 还有一勺淀粉 继续拌均匀后备用 腌好的鱼头再放到锅里煎 煎至八面金黄就可以了 砂锅里热油 放入姜葱蒜爆香 再把煎好的鱼头放到上面去 扣上盖子 淋上一圈广东米酒 鸠个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鱼头包鲜香入味 超级下饭 这个季节都得孩子喝这个鲫鱼汤 汤鲜味美营养丰富 像我这样炖的鲫鱼汤 还不用担心卡到鱼刺 建议收藏保存 处理干净的鲫鱼下锅煎至两面金黄 再用勺子把它捣碎 越醉越好 这样能让鱼肉的营养充分的释放出来 一定要加入滚烫的开水 再加点姜丝去腥煮十分钟 这才是汤色浓白的关键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 您就留个关注吧 这个时候汤已经很浓郁了 再用细一点的漏勺玻璃掉鱼骨一次 再放点海鲜菇 青豆炖十分钟 再放豆腐 裙带菜 调味放盐胡椒粉 最后撒点枸杞 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基于汤营养丰富 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要多嘴这个汤